大家好,关注《逍遥记》,带你感受逍遥世界。感谢观看本视频。 关注自己的全部。魏英谈感情时很美,做事业时也很美。 蓝湛,回来的路上,魏英笑颖颖看向他。我哥青天剑制定的计划,你有什么建议? 蓝忘记道,不与置评。魏无羡笑道,不与置评,那就是不同意了?那你倒是给个意见呀。 大将军主动提及你我二人的婚事,一定有所图谋。 我闻以为林姑娘送花茶致使你中毒,是大将军派来的人。如今看来不是,想必他安排的姑娘会在你那边。 蓝湛,我觉得你不如将计就计。 方才他们谈及的计划,便是要蓝忘记将计就计,假装与对方要好,然后打入敌人内部,从内攻破对方。 本来这场夺迪之战,旺姓二人作为先门人士,并无主动参与的意愿。 可是皇后之子并非皇帝的血脉,川王又是魏无羡的亲兄弟,就由不得他们不参与了。 皇室的同事操哥代价往往惨烈 夺敌之战无论谁赢了 另外一方都只有死路一条 魏无羡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川王死在对方手里 那么他只能帮助川王平得太子之位 有没有兵不屑任的法子 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后的胜利 方法有一个 找到证据将皇后之子楚王背皇室血脉的事公诸于众 只要楚王不具备做太子的资格 那么这场夺敌之战便迎刃而解 战队皇后一方的官员也会不得不支持川王 毕竟皇帝只有这两个儿子 青天剑担心的是大将军手里的军队会不会狗急跳墙 对方的武力值才是真正让己方不敢轻举妄动的力量 魏无羡笑了笑 区区军队何足畏惧 蓝战有望激情 他轨道竖法 他们的背后还站着整个修真界 对付十万人马不成问题 所以 魏无羡最关心的 是如何将皇后的密室公诸于众 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蓝望激 蓝望激淡淡道 不妥 有何不妥 魏无羡道 我觉得很好 你与姑娘亲近 借机靠近皇后与大将军 寻找他们的证据 我留守川王殿保护我母亲 蓝望激眉毛一条 靠近魏无羡 你确定要我接近姑娘 呃 魏无羡顿了一下 这个问题不知该做何回答 在昨天之前 他只要听到蓝望激跟女孩有婚约 都会暗自神伤好一阵 如今 蓝望激已将真心剖给他看 他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便再无多疑的心思 而且 蓝望激要做的 只是不要摆着冷脸拒绝姑娘 又不是争取人家 他为什么要介意 魏无羡暗想 瞧我这脑子 果然我切根弦 我不介意 但蓝战会介意啊 他肯定会觉得 我得到他的心 就不推他负责任了 把他往女人身边推 太没良心了 想到这里 魏无羡勾住他的胳膊 挨声叹气道 我怎么会愿意让你亲近姑娘 可为了我弟弟的虔诚 你他妈只能忍了 只允许你这一次 以后的你 必须离磁性动物两丈之外 蓝望鸡的脸色终于缓和 嘴角上扬 目光在他那两半 跳动着唇上流连 魏英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蓝望鸡缓缓道 将你的身份公诸于众 魏无羡才是皇帝长子 又是皇帝的至爱贵妃所生 只要把他的身份公识 那么太子之位便是他 毫无悬念 可将楚王和川王的夺嫡之战 一句化解 那到时 贵妃一方的势力 必定会支持魏无羡 皇后一方的势力 将丰崩离析 因魏无羡一出 皇后之子便不再是皇长子 失去了最大的筹码 又有什么资格 与魏无羡竞争 魏无羡跳了起来 想也不想到 不行 我不想做太子 更不想做皇帝 他这样洒脱闲散的性格 别说做皇帝了 就是做个九品芝麻官都受不了 兰王基岛 我辅佐你 十年后 你善让给川王 如何 魏无羡笑道 那和现在就扶持川王上位 有何区别 兰王基岛 有区别 若将皇后之事公诸于众 有损皇家颜面 如果让百姓和史官知道 皇后的儿子不是皇帝的血脉 皇后给皇帝戴了绿帽子 那皇家的名声就臭了 皇帝也会被后人笑话几千年 几万年 魏无羡心头一震 这个问题 他还真没考虑过 果然是家公子出身的蓝战 考虑问题更全面 见他有所动摇 蓝王基又道 我曾问过川王 他只想做富贵贤人 无异太子之位 魏无羡待了好久 难难道 这个太难以想象了 容我想想